我从小就被家里人嫌弃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他们都是重男轻女的心态 所以当我出生时候 全家人都不喜欢我 于是就把我认在我的营养家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营养没有孩子 所以就收留了我 直到我五岁的时候可以上学了 他们才把我接到家里来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都已经有了记忆 每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不断地批评我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对我动手动脚 有的时候我真的想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我又鼓足了勇气活到了现在 渐渐的时间过得很快 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所以在父母的安排下 我和一个男人结婚了 他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起初我会觉得一个女人嫁到别人家中 肯定没有地位 毕竟自己从小在家里 就受到父母的欺负 这下来到别人的家里 他们更不拿我当人对待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婚后我老公他们一家人对我非常的好 我的婆婆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 每当我和老公吵架的时候 他们就会批评我的老公 让他主动向我低头认错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老公 让我找回了一个女人在家中的地位 当我们结过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我就被检查出怀孕了 那个时候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非常开心 可是只有我一个人不开心 因为我害怕我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是个女孩 我怕她生出来的时候和我有相同的经历 我怕婆婆一家人都不喜欢她 从而去嫌弃她 我不想让她和我有当初的经历 所以我多么想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孩 可是渐渐的十个月过去了 我最害怕的是也来了 竟然又生了一个女儿 当时我的婆婆 她们虽然表面上说男孩女孩都一样 但是我心里知道 她们也还是重男轻女的 因为当初我嫁到他们家时候 我婆婆和公公就是做生意 靠一些小生意来维持家里的生活 当我坐月子的时候 她们竟然把生意给停了 安心在家里面照顾我 坐月子 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也能感觉到她们非常的重视我 突然有一天中午的时候 我肚子饿了 然后就吵着让她们给我做饭吃 我之所以会脾气不好 是因为我想证明自己在家中的地位 我不想再像以前过得非常的狼狈 我婆婆见我发火 就立马去厨房给我弄了吃的 然后我老公就给我端来了 因为我当时很饿 就立马端起来不停地吃 当我吃下去第一口的时候 我发现她们给我端来 就是昨天晚上剩饭和剩菜 这让我立马气就上来了 于是我就端着碗 气冲冲地把饭菜都倒给了鸡吃 正准备去厨房把碗放下的时候 却听见我老公和婆婆 她们在厨房里不停地小声嘀咕 于是我很好奇就通过门缝去听她们在说什么 这时正听见我的婆婆说我老公 我现在是坐月子期间 如果一个女人月子坐得不好 那么以后会闹下很多的病 根本无法治疗 让我老公以后多担待着我点 毕竟坐月子期间 女人脾气也比较大 我老公听我婆婆说 她立马就说 妈妈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和她发生争吵的 她毕竟为我们生下了一个孩子 当初不嫌弃我们家的条件 加到我们家来也受了不少的苦 我一定会好好对她 这辈子我只爱她一个人 而且我的婆婆说 要不是今天中午 由于自己的不小心 没有把饭给按下去 也不至于让我吃剩菜 当她要去炒菜的时候 突然发现煤气罐也没有气了 我就立马给送煤气的人打电话 可是他们都说很忙 没有时间送过来 所以只能在微博炉里 给我热下昨晚的剩菜 不知道我会不会生气 她说 都怪我自己年龄大了 做事也变得笨手背脚 连媳妇的月子都伺候不好 我当时听到婆婆这样说 我立马眼泪就流了出来 对时间觉得自己的做法 有一点过分 根本不起考虑他们的想法 从来没有在乎他们的感受 甚至觉得自己不孝顺 同时我也非常庆幸能有这样一个好婆婆 比我的亲生父母对待我还要好 还有这么一个爱我的老公 于是成难以后 我对我的婆婆更加的好 就这样 我们一家人每天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一家人也相处得非常融洽 所谓家和万事心 只要我们用心对待每一个人 就能够得到回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